第九百三十六集 听着霍宇浩的分析 白虎公爵代号转紧右拳 按压在山盘兵远上 思索片刻后 很有可能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一旦我们按照五千米来计算 他的攻击距离 那么下一次 他已久能够带给我们巨大的损失 说不定 他就连范围攻击都能更远 那样的话就太可怕了 霍宇浩道 对于死神昏道器的资料 我们太过匮乏 根本没法判断 我觉得还是要继续进行侦查 母亲只见昏道器的全部能力才行 死神昏道器攻击力如此恐怖 而且周围防御如此森严 可以说 我们能否突破日月帝国的防线 它就将是重中之重 只要能够有办法解决它 那么 我们就有很大机会 冲破明斗山脉防线了 毕竟 我们这边有众多魂石和军队 一旦破开这道防线 那么就是势如破竹 白虎公学道 但是 对他进行侦查实在是太危险了 而且只有你才有这样的能力 不能让你再去冒险 没事 公学大人 有了这次的尝试 我们对那死神昏道器也同样有所了解 下一次我会更加小心 就不会贸然的直接用精神探测 去探查那边的情况了 您尽管放心 我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经过今晚的探查之后 霍宇浩心中 颓然一扫而空 如果对手太简单 反而无法引发他的斗志 而死神昏道器的神秘与强大 却是令他大感兴趣 他可是死来个学院 进行极限单兵 学练唯一的成功者 侦查死人昏道器 不正好是检验他这极限单兵能力 最好的舞台吗 白虎公爵看着眼中 斗志昂扬的霍宇浩 不禁卑微一愣 迎难而上 真英雄业 这个年轻人 面对着几乎是死局的情况 却依旧充满战意 并且没有半分怯懦 这不只是精神可嘉 同时也是对他自己能力的自信呢 虽亲吻人吴王矣 真是好眼的 许久久看着霍宇浩 美眸中也同样是一彩连连 这个家伙实在是太优秀了 如果自己能小声几岁的话 想到这里 这位公主殿下不禁翘脸微微有红 代号沉吟片刻后 宇浩 我不再多劝说你什么 我代表兴罗帝国 亲亲万万百姓 感谢你 身为军人 我们的责任是保家为国 为了我们国家的百姓不受战争的荼毒 从现在开始 凡是有关你侦察方面的需求 你尽管提 我和西北集团军不惜一切 也为你提供足够的帮助 感谢你的信任 我相信回去仔细思考一下 好 今晚霍宇浩带回来的消息 白虎公爵和九九公主也需要好好消化一下才行 回到自己的房间之中 霍宇浩盘膝坐在床上 脑海中不断浮现着自己针对明斗山脉主峰进行精神探测式的情形 每处细节都不放过 以他过人的记忆力 先前经历的一切不断在脑海中浮现着 几乎是完全复制 真的没有破绽吗 一个时辰后 霍宇浩重新睁开双毛 眉头紧锁 在这短短的一个时辰内 他在脑海中尝试了各种可能的推测 但无一例外的 最终结果全都是死局 冲入那九级昏倒期不止的精神屏障不难 难的是如何活着出来 而且进去后侦查也需要时间 那位神秘的死神窦罗会给他这个时间吗 双毛转换为淡淡的金色 两道光影先后从霍宇浩身上释放出来 化为人形 正是天梦冰残和冰壁地黄蝎 天梦哥 冰帝 帮我想想办法 从你们的角度看有没有机会 有啊 当然有机会了 天梦冰残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脸上满是冷笑 啊 霍宇浩惊讶地看着他 冥思苦想这么久都没接过 天梦哥才一出来就说有机会 天梦冰残冷笑道 哼 宇浩 你忘了一件事啊 你还有为大能护身呢 把这个条件计算进去 就算是被死人昏倒起直接命中 你都未必死得了 霍宇浩眼睛一亮 你是说 兵帝接口道 总不能让他附身都是干坏事 也应该尽尽责任才行 毫无疑问 天梦冰残和冰壁帝皇席说的 正是那有逆鳞衣服在霍宇浩身上的兽神 兽神地天固然怕霍宇浩获取神位 未来突破人类极致 但同样的他更怕霍宇浩陨落 一旦霍宇浩远落 星斗大森林的气云也将被终结 对于星斗来说 可以算是毁灭性的 所以地天自然就要用自己的力量 守护霍宇浩 霍宇浩双眼微眯 沉声道 天梦哥 兵弟 你们觉得 当我遭遇毁灭性攻击的时候 地天的力量 能够通过逆鳞降临多少 天梦冰残道 攻击力量难说 但是防御的话 至少能够降临80% 之前他两次阻止你 感受神界气息的时候 几乎是用转化之法 将自己的气息降临在你身体表面 在这种情况下 当你遭遇到毁灭攻击的时候 几乎是可以直接转嫁到他身上的 到了第一天这种境界的修为 他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空军之力 通过逆鳞定位你的位置 再通过空军之力 把自己的力量降临过来 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 可以直接用精神力去刺激逆鳞 这样 第一天那边的反应就能更快 说不定还能坑他一下 而对你来说 这防御足够 至少可以跑到那亡灵半围面去吧 当然 我们也一定要特别小心才行 只要不是正面被死神知光命中 问题应该不大 听了天梦冰残的话 霍玉浩眼睛渐渐亮了起来 先前的死胡同 似乎裂开了一道缝隙 这样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一天后 清晨一大早霍玉浩就起来了 和昨天相比 他此时的精神好了许多 对于霍玉浩来说 很多时候 冬儿就是全部 这次判断出 唐武童并不是冬儿 对他打击很大 而探索死神浑倒器 反而成了令他解脱的好办法 既情于此 心里的痛苦就小得多了 走出帐篷 眺望远处东方 接着那一抹清晨时的紫气东来 修炼着自己的紫气魔童 霍玉浩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紫气魔童 已经提升到极限 就放弃修炼 修炼早已成为了他骨子里 最重要的事情 杨和的紫气滋润着双眼 令他那双本就极为成车的眼眸 变得更加隐润 淡淡的紫意 散发着高贵的气息 隔壁帐篷中 唐武童走了出来 一出门 他就看到这边正处于修炼状态中的霍玉浩 唐武童惊讶地发现 当自己将注意力集中在霍玉浩身上的时候 竟然产生了一串欢呼 刹那间他只觉得霍玉浩整个人仿佛已经融入到了空气之中似的 骤然看去 它似乎本身就是阳光和空气的一部分 那种空灵通透的感觉竟是没有半分杂质 这怎么可能 这种感觉似乎只是在爸爸身上才有过的 魂力如涛 血去如拱 伴随着每一次呼吸 霍玉浩体内的气血 精神力与魂力几乎是完美融合在一起 同时运转着 不知不觉间 似乎修为又有精进 对于霍玉浩来说 现在的他 纯粹的魂力进步 已经不能够满足他的要求了 在修炼的过程中 感受那份天地治理更加重要 之前正是因为在几次深刻的感受中 他才得到了那个世界气息的眷顾 这一战就是半个时辰之久 当体内魂力循着玄天公路线 最终回归丹田之时 霍玉浩呼吹口长气 气流化雾如丝如缕 却是宁而不散 竟是远达百米 宛如一条白色细线横于空中 一抹金光在霍玉浩眼底闪过 眼瞳中金光大放 下一瞬 那道白雾迅速化为丝丝缕缕 反向缠绕而来 竟是融合成以圈圈光运 重新注入到他体内 顿时 他的精气神完全达到了巅峰状态 整个人身体周围 似乎都有着奇妙的力量共鸣着 伴随着他的呼吸 天地元气 几乎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向他体内汇聚而去 尽管汇聚的下一瞬 就会从他身上散去 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吸收赛散发出来的天地元气中 最精华的部分已经消失了 似乎已经完全融入到了霍玉浩体内 又持续了近半个时辰 直到天色已经完全大亮 霍玉浩这突如其来的 进入明雾状态的修炼 才随之结束 魂力又提升了一点 更重要的是 自己的精神力和魂力更加契合 就连气血之力也是如此 这种感觉还真是美妙 看来昨晚的惊险 对自己的潜能 还是有一定刺激效果 带着满意的微笑 霍玉浩走向食堂方向 准备先去洗漱一下 然后再吃早餐 喂 正在这时 一声呼唤叫停了他前进的脚步 嗯 霍玉浩回过头来 正好看到双手插腰 一副奇古古模样的唐武童 在朝阳的照耀下 唐武童身上蒙上了一层淡淡金光 他粉蓝色长发 多了一抹金色的渲染 着实是美到的极致 有事吗 无论唐武童有多美 当霍玉浩判断他不是王冬儿的那一刻 他在霍玉浩心中就已经不同了 唐武童很生气 这个家伙站在那里一下就是一个时辰 自己站在旁边竟然也看了一个时辰 结果 这家伙修炼结束后 转身就走 连看都没看自己眼 现在听他这说话的语气 分明就是根本就没发现自己似的 亏你还以精神力助超 身边站着大活人 你没看到吗 对不起啊 刚才太投入了 还有事吗 我 看着霍玉浩干净 却显得有些陌生的目光 唐武童愣了愣 是啊 我叫住他 似乎也没什么事 可是 为什么我会觉得 这家伙此时的样子 是如此的面目可憎呢 似乎 还不如以前的色狼样子 霍玉浩自然不知道 唐武童心中在想些什么 既他没有回答自己 就向他微笑地点了点头 转身朝食堂而去 目送着霍玉浩的身影 渐渐消失 唐武童愤怒地 挥舞了下自己的拳头 真想揍这个 可爱的家伙一顿 尽管在他心中 也不知道这个家伙 为什么可恶 本姑娘也去吃饭 多了多脚 唐武童傲气地 扬起自己高到小下巴 向食堂走去 早餐过后 对于霍玉浩来说 似乎周围的一切 都成了空气 他直接返回了 自己的帐篷内 一直到傍晚都没有出现 就连中饭 都没有出来吃 其他人自然 是不会去打扰他的 对于魂师来说 闭关修炼时 少吃几顿饭 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一直到天色 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后 霍玉浩 则重新出现在 众人的视野中 而这一次 他直接走进了帅长 公爵大人 来到白虎公爵面前 霍玉浩恭敬的行礼 玉浩 听说你中午没有去吃饭 再修炼吧 白虎公爵面带微笑地说道 他对霍玉浩的印象很好 这个年轻人 虽然还不到二十岁 但却性格沉稳 更重要的是 他那一手精神探测能力 可以说为新罗帝国侦查方面 进行了极大的补充 虽然目前依旧处于绝对劣势 但起码也从浑尸这个层面上 找到了一些与对手抗衡的可能 公爵大人 我今晚还要出去 特地向您报备一下 什么 白虎公爵脸上的笑容 立刻就凝固了 今晚你还要去 不行 带号几乎是立刻就否定了霍玉浩的话 开什么玩笑 昨天何等危险 差一点他就回不来了 今天晚上再去 万一死神混到其开启了怎么办 先不说感情因素 但是霍玉浩那份侦查 对于整个星罗帝国的重要性 一旦他战死 就是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啊 公爵大人 放心吧 我不会冒险去探查死神混到其的 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 我还要再多想想 但是 现在也不能什么都不做 否则的话 我们相当于是完全被困在这里 日月帝国方面的目的 也就达到了 那你是要去 白虎公爵的脸色 这才缓和下了几分 日月帝国封锁了我们这么久的侦查 那死神混到器所在的主风 我没办法 但那些探测混到器 难道还没有办法吗 我要去给他们找点麻烦 你的意思是 好 就这么办 你放心 你所获取的成果 全都算你个人的 当然 你如果愿意的话 帝国可以出钱从你手中购买 你看如何 一言为定 那你需要我配合什么 不用 我个人的目标最小 有我们唐门的伙伴接应就足够了 我来告诉你 一个是向您报备 另一个也请您注意下防御 预防敌人有可能出现的报复行动 哼 报复 就怕他们不敢来 我拔不得他们全军出动过来报复呢 在正面的战场上 星罗帝国目前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那可是八个混倒式军团的战斗力 如果是一对一的话 在不考虑混倒器的情况下 白虎公爵 甚至有把握击溃日月帝国护国之手 全部混倒师 当然 前提是 这些混倒师 以混尸的形象出现才行